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收看小薇停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厂功高分别为4630、1775、1480毫米 轴距为2700毫米 尾部设计上相比造型连连的前列 全新雷连的尾部设计稳健了许多 尾灯设计较为宽大 尾灯中间加入了黑色装饰条 为了营造出较强的运动感 新车在尾部保险杠上方还加入了宽大的黑色护板 整体上看 其尾部设计要比竞争对手日产轩逸大气许多 内饰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将搭载中国版本专属的是2.1英寸中控大屏 整体内饰比较紧洁 没有过多的复杂设计 也要比现款内饰时尚很多 通力上一级会延续现款的1.2T 而混动版将会是最新调校的1.8升 混动系统 从外到内 新一代的雷连变得不再单要滑味 外观要比思域更犀利 以朗尼更帅气 估计又要成为盗款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汽车资讯 点击视频右下方 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